据美国彭博社27日报道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特命权权大使傅聪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补贴调查是不合理且令人遗憾的 他表示欧盟未来不应采取任何可能惩罚中国清洁技术产业的贸易措施 报道认为在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后 中国官员语气发生转变 并称这一言论是中国政府迄今对欧盟进行反补贴调查做出的最强烈反驳之一 据报道 傅聪表示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势头来之不易 因此必须避免单边保护主义措施 拒绝威胁全球供应链的脱钩企图 以免危及全球气候变化合作 傅聪还表示 欧盟不应在太阳能和风能行业对中国产品 展开类似的调查 他表示 我们要追求互利共赢 抵制保护主义 只有这样才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确定性 欧盟9月13日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后 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高度关切和强烈不满 并指出欧盟拟采取的调查是以公平竞争为名 行保护自身产业支持 将严重扰乱和扭曲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 并将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在此之后 有消息传出 欧盟正在考虑对中国风电机组启动反补贴调查 但因缺乏非常确凿的证据 而无法发起正式调查